以富里米、六十石金针山还有罗山有机村文明的富里 凭借着独特的在地绿色元素 而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淑花表示 由于都市化还有工业化的扩张跟污染 化学肥料还有农药的大量使用 农村人口减少还有老化 气候变迁、耕地和次生林使用不足 以及外来种入侵等问题 十里山这类传统农业文化地景快速消失 所以农会目标推有机打响富里米的品牌 以富里米、六十石山、金针山与罗山有机村文明的富里 凭着独特的在地绿色元素 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 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的扩张和污染 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大量使用 农村人口减少以及老化 气候变迁、耕地和次生林使用不足 以及外来种入侵等等的问题 使里山这类传统农业文化地景快速消失 所以农会目标推有机打响富里米的品牌 我们在爱护大自然环境 我们要取得我们的生态平衡 还有兼顾到消税者的安全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深思的就是说 我们在生产管理的步骤 我们一直追求高品质 然后追求卖向好的时候 那所使用的这些资财 就一定要使用更多的资财 去防作这些病人来防护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活动 我们也知道追求公司是应该的 但是追求大自然和弦 还有包括我们兼项用这些资财 化学资财 用这些化学这些东西 去做事才管理的这些方式 或许是对我们整个地球 导致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式 尤其罗山村是全台第一个 有机村 在地居民为了保存原始的生物 棲地环境 长期坚持有机农业 积极落实 人与自然和平共处 向全世界证明 复理的土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此外还要满足大自然恢复力 承载力 在地资源循环利用 传统文化保存 地景地貌维护 以及活络经济等等的条件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 倒门 っ